12月18日凌晨 楚兰兰在北京去世 年仅40岁 楚兰兰是安徽金寨人 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20岁推出个人首张专辑《京腔亚运》 多次登台央视晚会 长期赛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任教 大陆著名设计师吴冠英 2008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吉祥物福牛乐乐的设计者 也是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之一 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12月20日上午去世 中年67岁 楚兰兰的官方复告中没有提到具体死因 而吴冠英的官方报道说 她死于重型感冒 有可能是他们的单位发起来了 他不敢这么明讲 但是侧面也正式 因为这个新冠他不是说不死人的 就是不管是男女老少 有基础病或者身体健壮的人 不然一下就是放开 大家没有防护措施 还是有点严重的 大陆网友说 连新冠去世都不敢提 官僚们怕被问责 对老百姓能糊弄就糊弄 连日来疑似染疫而死的名人还有很多 中国电影资料馆原馆长陈景亮 19日病亡 向年76岁 新华社参考消息元编委方学辉 19日病亡 向年89岁 此外还有石油教育家林世雄 作家骆驼罗宾 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周涛 药剂学家魏树里 学术月刊总编辑黄银鼠 环境学家汤红霄 川剧名家夏阳等 他们的死因都没有提到中共病毒 12月20日 中共卫县委宣布 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所谓科学分类 因中共病毒导致的肺炎 呼吸衰竭为首要死亡诊断 才归类为染疫死亡病例 12月5日至今 中共官方只报告了7例染疫死亡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 在政治压力下 医院能否如实上报死亡数据令人质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刘芳采访报道